國慶預演不只三架 幻象兩間 用大雁隊形通過開道 還首度有慢速機 想福克五十 避其一九零零 P3C C13動H等 飛越俯前上空 總統府不只忙國慶 下個月的APEC也將登場 只見總統邊握手 還不忘說 很棒 笑得好開心 對於這個APEC代表 滿意的不得了 總統交付兩大任務 包括與國際友人交流 以及宣傳台灣世衛實力 張中某強調會遞台灣努力 二度擔任APEC代表 上一次是2006年 作為編政府代表 當時還跟前美國總統布希 拉近距離 前中共最高領導人胡錦濤 還說我知道你是誰 只是前兩次擔任蔡政府大使的 宋楚瑜 除了祝福也忍不住抱怨 他說人家不理我 我拿出證據來 在亂放話的人 那個才是應該 要向我們來表達 抱歉的 沒有擔任FF大使 被說是因為大陸國家主席 習近平不理會 宋楚瑜好在意 也認為兩岸穩定 對雙方才是有利 儘管守了APEC舞臺 宋楚瑜要在兩岸牌上 搶回話語權 解成家裡家園 小組台北報導